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頓新聞 我們首席來關注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比利時外長警告 中共商船可能會改裝成軍艦 中共海外警局遭多國調查 華人推動驅逐行動 川普中期選舉前在德州舉行第二次集會 休斯頓獲評德州音樂友好社區 中共投資歐洲港口等基礎設施引發關注 比利時外長拉幣警告 中共商船可能會改裝成軍艦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導 比利時外長拉幣本月稍早在接受比利時媒體訪問時說 你們也讀到了 中國商船可以如何改裝成載運軍備的軍艦 對於比利時是否應處理中國遠洋運輸公司 對比利時港口的投資 拉幣回答 比利時確實應該考慮 並說 我們與歐洲聯盟的其他國家 必須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 據報導 拉幣接受訪問數天後 中共駐比利時大使館的一名官員 要求比利時方面收回拉幣有關中國軍艦 可能偽裝成民用船隻的言論 但遭到比利時外交部拒絕 目前 歐洲各國對於中共投資當地港口等基礎設施 越來越感到不安 隨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取得第三個任期 歐洲各國發出警訊 擔心中共與俄羅斯結盟 會構成重大的長期戰略威脅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海英 王燕橋總和報導 中共在海外廣設大量110警務中心 遭到歐美多國的調查或關閉 同時 海外華人也在推動驅逐中共海外警察局的行動 中共在全球設立了數十個110警務中心 遭到包括加拿大 德國 葡萄牙 荷蘭等國的調查 其中 愛爾蘭政府下令關閉位於都柏林 未經許可而設立的中共警局 美國 英國等國議員則敦促政府嚴查 10月28日 原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盛雪表示 他們正在全面籌劃 驅逐中共警務中心的行動 為什麼一定要趕走中共在海外 特別是在民主國家所設立的所謂的這些警務中心 首先 中共暴政它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 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 所以說呢 這些民主國家不應該跟中共 有這種所謂的警務上的交流和合作 盛雪說 所有從中國出來的反對中共的人 都成為中共在海外監控打壓的對象 民主國家必須立即關停中共的海外警局 中共說他們在海外是為了服務在這些國家的華人 看看中共今天是怎麼樣服務於人民的 現在你隨便在網上你打開看看中共 暴政它包括藉助於所謂的疫情防控 是怎麼去控制鎮壓以及逼死人民 中國民主黨青年部執行長接力劍說 中共在國內殘害國民 並把長壁伸到海外 甚至用暴力對付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 中共警務室它就是監視騷擾 甚至用暴力這種手段來襲擊 異議人士這麼一個恐怖行為的 一個背後的指揮大北營 不光威脅一些異議人士 包括一些所謂的 不是中共歡迎的一些議員 一些批評它人權狀況的一些政客 也都是用這個來威脅 它時刻在腐蝕著我們的自由文明的制度 所以說我就希望各國 一定能動用法律開始徹查 根據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的調查 中共在五大洲 至少設立了54個非法警務辦事處 針對批評中共的海外人士進行威脅 並強迫移民回國接受刑事指控 新唐人記者李韻王佩涵採訪報導 上週六 在11月中期選舉前期 川普在德州舉行今年第二次集會 為他支持的共和黨人加油造勢 數千人出席 中期選舉前夕在距離Corpers Christi 西北方向18英里的小城Robstown 川普舉行了今年在德州的第二場集會 數千人出席 集會從當天下午4點開始 多位川普的支持者上台發言 包括國家邊境巡邏理事會會長 前國家移民海關執法局局長 多位參與11月中期選舉並得到川普背書的 共和黨競選人也紛紛登台 包括德州副州長丹佩赘克 德州總檢察長 國會議員羅尼傑克森 候選人Wesley Hunt等等 川普的團隊表示在3月黨內初選中 所有川普背書的33位共和黨人都贏得初選 進入11月的普選 今年11月選舉為中期選舉 將影響到國會 州政府到郡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政治趨向 川普在晚上7點來到會場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的演說中 川普談到了多方面的內容 包括德州的經濟主導石油和天然氣產業 受到聯邦政府的限制 開放邊境的政策導致來自100多個國家 數千萬的人非法躍進 人口販賣和毒販更是猖獗 芬太尼毒品氾濫 德州的休斯頓 達拉斯和奧斯丁的犯罪案件惡化 創紀錄 川普指責先任政府治理下 美國正在變成警察國家 例如逮捕反墮胎人士 迫害政敵 壓制異議人士等 川普也表示應該保護父母的權利 從學校和軍隊剔除批判性種族理論 家長有權選立公立學校以外其他學校的權利 禁止男性參與女性的體育比賽 禁止教師在沒有得到學生家長同意之前 向學生教授變性內容 川普也談及選舉欺詐 他向現場的支持者說 在選舉日11月8日當天 現場投票是預防選票欺詐的一個方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易永齊 馬海蓮 德州羅布斯坦報道 中期選舉提前投票已經開始 福便郡表示 郡內的投票準備充分 郡投票網站也提供充分的投票信息 上週二 福便郡長 福便郡投票辦公室 選民志願者向民眾介紹了 今年福便郡投票站的籌備工作 投票流程等細節 並表示郡內為11月的選舉已經準備就緒 今年福便郡在郡內開設28個投票站 所有投票站地址可以在福便郡政府投票網站上查到 11月8日是選舉日 提前投票將從11月24日開放10天到11月4日 早7點到晚7點向公眾開放 除第一週的週日是中午12點開放到下午6點 福便郡人口接近90萬 有50萬的登記選民 比10多年前的選民人數增加了20多萬 在德州投票需要出示戴本人照片的身份證件 投票有現場投票和郵寄投票 選民可以從福便郡投票網站上了解詳細內容 包括選民登記 選票樣本 投票地點 追踪自己的郵寄投票以及選舉結果等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梅林 杰瑞 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是個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大城市 近日 休斯頓市被德州音樂辦公室指定為音樂友好社區 周二 在休斯頓知名劇院 The Hight Theatre 市議員阿比卡米代表休斯頓市 接受了德州音樂辦公室授予的音樂友好社區的稱號 音樂友好社區計劃是德州州政府為推進音樂產業而成立的項目 州長埃伯特於上週二宣布 休斯頓市被德州音樂辦公室指定為音樂友好社區 並祝賀休斯頓市獲得這一稱號 他表示 音樂友好社區非常重視吸引和發展當地音樂產業 促進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 音樂友好社區項目將為休斯頓市提供一個促進音樂產業發展的網絡 吸引音樂人才 促進音樂產業的發展 德州音樂辦公室在音樂行業與政府相關機構之間架設合作橋樑 並集合一萬五千多家德州音樂企業成為商業網絡 承擔信息交流中心的角色 促進業內發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梅林杰瑞休斯頓報導 稍後看到 穆迪花園冰雕展回歸 主題加勒比聖誕節 歡迎回來 穆迪花園是大休斯頓地區著名的娛樂景點 由於疫情停息了兩年的冰雕展今年回歸 將在年底節日期間向遊客開放 來看詳細內容 穆迪花園今年冰雕展的主題是加勒比聖誕節 來自中國哈爾濱的冰雕大師團隊將在兩萬八千英尺的帳篷裡 用一千噸的冰塊雕刻出每輪每患的加勒比風情 這些五顏六色的大冰塊是用牛奶和顏料調製加工而成 經過冰雕大師的切割 修行 雕琢 打磨等工序 將變成唯妙唯效的藝術品 已經染色的冰塊用於雕刻主題作品 比如沉船 珊瑚 潛水艇 海草 礁石 聖誕樹 聖誕禮物等等 而透明的冰雕作品在變色燈光的映沉下 更加出神入化 變幻莫測 加勒比海這個設計呢 是取自於這個墨西哥灣 離加勒比海很近嘛 再一個說是啥呢 這個裡面有好多魚啊 珊瑚啊 這些呢 對孩子比較有教育意義 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 然後呢 做了這一次 在加勒比聖誕節 有客從哥布斯登島海岸穿越墨西哥灣 領略冰封厚的海底世界 探索海底博物館 發現沉默的寶藏 途中邂逅聖誕驚喜 同時冰雕展內還將開設顫抖酒吧 也有雞尾酒 熱巧克力等飲品 安慰冰冰凍的寒冷 我們知道我們的客人都在問 這兩年後的時間 將會回到後來 所以我們都很興奮 能夠把這個回到後來 這給我們帶回到後來 這給我們很多 這給我們的客人 這給我們很多 目的花園的年終盛典內容 年年不同 已成為很多家庭的節日傳統 除冰雕展以外 今年還有戶外溜冰場 北極滑梯 假日自助餐 遊覽小火車 3D 4D電影 還有200萬盞燈裝飾的 一英里節日燈展步行光光小路 目的花園酒店也將舉行 全新的Circ Radio晚宴和表演 並舉辦新年Palooza家庭慶祝活動 目的花園冰雕展的開放日期 為11月19日到1月7日 成人門票29元起 兒童老人24元起 更多遊樂信息 請訪問目的花園網站了解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梅林 大宇 杰瑞 Gavinston 報導 近日 休斯頓動物園增添新成員 是兩隻可愛的火烈鳥幼鳥 而且起名為休斯頓棒球隊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休斯頓動物園 智利火烈鳥這個大家庭迎來新成員 這是動物園6年來第一次成功孵化火烈鳥 這兩隻幼鳥分別被命名為Astro和Orbit 以紀念休斯頓的大聯盟棒球隊 遊客可以在火烈鳥園 或通過動物園的攝像頭 在線看到這兩隻幼鳥 以及其他幾隻正在鑄巢的火烈鳥 火烈鳥鑄的鳥巢看起來像一堆泥 此鳥在鳥巢頂部產下一枚蛋 父母輪流坐在蛋上保溫 大約30天後就會孵化出幼鳥 火烈鳥在鳥群中繁殖 以幫助幼鳥生存 剛剛孵化的幼鳥呈灰色或白色 嘴小而直 火烈鳥父母在餵養幼鳥時 將彎曲的嘴倒置 幼鳥需要長達三年的時間 才能變成人們熟悉的紅色 火烈鳥的紅色來自它們體內高含量的 類胡蘿蔔素 這是它們所吃食物中的一種色素 它們的飲食包括水生昆蟲 藻類和小型甲殼類動物 致力火烈鳥不能喝鹽水 只能從泉水或水坑中喝水 舌頭上有棕毛狀凸起 可以過濾水和食物 與其它鳥類的體型相比 火烈鳥的脖子和腿最長 遊客們到動物園觀看火烈鳥新成員的同時 也幫助了拯救南美洲的野生鳥類 因為每個動物園會員和門票的一部分 將幫助在南美洲重新種植咖啡樹 改善火烈鳥的生存環境 咖啡樹是火烈鳥生存的最佳庇護場所 新唐人記者陳玲玲休斯頓報道 稍後一起來看 新唐人健康展11月5日舉行 服務社區提升健康 歡迎繼續收看 新唐人電視台聯合大紀元時報 將在下週六11月5日舉行健康展 多位專家將做不同主題的講座 我們來了解一下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本期的生活廣角進節目 新唐人電視台不僅即時報道各種主流社會新聞和社團新聞 同時也定期舉行活動服務社區 我們介紹一下新唐人電視台 它是由北美華人所創辦的一個國際性獨立和非營利的電視台 在2002年的時候在北美首播 我們在休斯頓是在15.2台 我們還有一個英文台是45.4台 我們在休斯頓地區也是得到非常多的華人社團商家的肯定跟支持 我們在服務我們的社區也不遺餘力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 那新唐人健康展也是我們每年必辦的一個社區活動 那主要是想讓我們的華人觀眾能夠aware我們的健康 從各種各樣不同的這個topic就是疾病 我們可以來請我們的專業醫生進一步的探討 那關於這次這個健康展 那有三位嘉賓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 第一位是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醫學教授 Dr. Michael Keaton 來跟我們演講這個慢性淋巴細胞的白血病 我們這次也非常的榮幸 真的能夠邀請到這麼知名的醫學教授 大家也別擔心我們在現場都有提供這個現場的翻譯 讓大家能夠在這個話題上能夠了解聽得懂 我想也許你的親朋好友或你自己也有這方面的疾病 或者是您是對這個話題這個病症有興趣的都歡迎來聽我們的演講 我們第二位呢是邀請到非常知名的中醫師 他也是華美中醫學院的這個教授 他就是AAA Acupuncture 的這個負責人 劉青川中醫師 他這次呢能夠來講一下就是如何利用這個穴位的按摩 能夠這個促進血液循環 而達到降低你的三高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現代人可能營養過剩 所以常常會有這個三高的問題 在中醫方面很多這個養生 甚至在穴位的按摩方面或者是針灸 都可以能夠來減緩三高的這個病症 然後達到身體的健康 第三位我們的嘉賓呢是這個安穩保險楊德清先生 他來跟我們講一下這個聯邦健保 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臨近這個開放的時間 大家都有機會在一年一次的這個開放選擇 您的package 然後選擇您的醫生 那甚至於呢就是說每一個package 它其實是適合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 所以透過這場演講呢我們的觀眾朋友 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這個健保的聯邦健保的計畫 從這個內容上看 不僅對這個血液病進行了一些介紹 還有其他的一些服務 現場有很多的這個攤位 是的 我們這也是我們這個活動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我們會邀請大概十多家的一個攤位 他們有包括像MD Anderson 他們有一個團隊會過來做一下 為我們的民眾做免費的檢查 還有呢 HEB Pharmacy 也會幫忙大家呢注射這個最新流感 這個注射 還有呢其他的這個商家 像我們有一些醫生也來給我們做一診 這個活動呢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呢作為主辦單位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小禮品 給大家做伴手禮呢可以帶回家 那這個時間呢是在11月5號上午11點到下午的2點鐘 那地點呢在Tracy G Community Center 那還有一點就是大家也挺喜歡的 就是我們也會準備一些比較有趣的禮品啊 比較有用的禮品實用的 我們會抽獎送給大家 是 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好機會 那當然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們能夠參加 嗯 非常歡迎大家 好 謝謝孫台長 謝謝伯仁大 廣告後 60秒學英文 教您初次到朋友家做客時 如何讚美對方的房子 初次到朋友家做客 初以禮貌要說些客氣和讚美的話 在本期的60秒學英文節目中 我們來看如何讚美對方的房子 大家好 我是Kelly 歡迎來到律師描學英文節目 當你第一次到朋友家租客處以禮貌 你可以讚美朋友的家 這會讓他很高興的 你可以簡單地說 I love your home 我喜歡你的房子 It is so beautiful 真漂亮 或者 Your house is so gorgeous and so cozy 你家不知道好漂亮好溫馨 This house is both beautiful inside and outside 這房子裡裡外都很漂亮 你也可以具體地說 比如 The lighting of this room is very nice 這個房間的光太好了 Your furniture are so stylish 你的家具很世上 房子主人聽到你這樣說 心裡會很高興 當然了 如果房子主人沒邀請你參觀他的房間 不要自己亂走 這樣不禮貌 如果主人請你參觀他的家庭辦公室 你可以說 Wow your office is so clean and organized 你的辦公室乾淨正解 或者 I love the ambiance of this room It feels comfortable and calm 我喜歡這個房間的氛圍 感覺舒服平靜 好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好的 感謝收看這一集的新唐人 今日休斯頓新聞 接下來我們一起關心天氣情況 歡迎關注天氣 下週的氣溫以上週比有所降低 最高溫度82度 最低氣溫只有48度 週日晴天對應天氣 最高氣溫74度 最低氣溫54度 週一也是晴天對應天氣 最高氣溫76度 最低氣溫56度 週二有雷陣影 降雨概率是30% 最高氣溫78度 最低氣溫58度 週三晴天對應天氣 最高氣溫78度 最低氣溫62度 週四是一周中最溫暖的一天 最高溫度82度 最低氣溫66度 週五有雷陣影 降雨概率是40% 最高氣溫78度 最低氣溫56度 週六晴天對應天氣 氣溫骤降了7度 最高氣溫只有70度 最低氣溫48度 大家在生活中 經常會遇到 家裡物品太多 需要整理和精簡 日本人山下英子 提出了一種整理收納物品法則 三個字 斷 離 還有捨 斷捨離的關鍵 在於學會用減法思考問題 給生活做減法 只買必須的和適合自己的東西 定期捨棄掉不需要的東西 東西多不僅房間難以整理 忙碌感和疲憊感也會增加 按照斷捨離的方式 不僅能保持家裡的整潔 還可以獲得愉快的心情 大家不妨試試看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的視頻 會不會 Christie 感谢观看